大年初三这天高雄天气回暖 柴寿山从一早开始 车辆一台接一台排队上山 周边景点寿山动物园 也是从开园就持续涌入 大批游客 放眼望去园区内几乎都是亲子客 而有人为了避开车潮人潮 选择起大早开始一天行程 为了春节前来的大小朋友 特地推出限定的游行活动 除了有财神爷祝贺大家发大财之外 还有园方人员 装扮成动漫卡通 当然动物猩猩人偶也出现在队伍里面 一行人在园区内挥手 进行一连串的表演活动 以去年的话 我们其实大概平均一天人数 大约是大概七千人左右 出三的话 我们大概人潮预估会来到两万的人数 那所以其实大概这以人数来讲的话 其实成长是真的蛮明显的 根据园方统计 过年期间几乎天天都有 破万人入园参观 为了应景 他们也在园区内布置鞭炮 葫芦等应景小物 园园的春节气氛 让前来的游客能体验到动物猩猩人不同氛围 同时也能留下美好回忆 华新闻人玩时立三许文安高雄报导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